首场意见发表会今天登场 国民党立委林维州一上场就狂酸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过去反莱猪如今却护航莱猪 根本跨时空打脸自己 四大公投年底对决蓝绿全面开战 首场公投意见发表会登场 反莱猪成为热议焦点 国民党立委林维州开场就拿出看板 上面是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还担任大学教授时曾说过的话 反观现在护航莱猪进口 简直就是跨时空打脸自己 尽管民进党政府一直把美猪和莱猪 混为一谈 但陈吉仲却不小心承认了 美猪确实未必等同莱猪 用在牛肉在美国农民大概有七八成 养猪可能不到一两成 我们进口美猪已经接近三十年的时间 之前的美猪进口到台湾 都是莱克多巴胺零减出 民进党政府只愿意标示产地 却不标示有没有含来剂 恐怕反而会冲击美猪市场 你不标成分就大家都不买 我们的CPTPP的十一个会员国 每一个国家的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都可以来开放 CPTPP的成员国里面 不一定都要吃含来剂的猪肉或牛肉 美国也不是CPTPP的成员国 他也没有权利决定台湾能不能加入 蔡政府把食安问题扩大成 参与国际经贸的门槛 但愚昧地抱美国大腿 却始终说不清楚 国人如何才能避免吃到莱猪 记者休闻上去郭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